两名劫匪今天早上被警方拦截 他们以扒冷刀顽抗 迫使警方开枪击毙他们 根据警方说法 两名死者在事发前的15分钟 在不中地区砸破刚从银行出来的女性的车窗镜 抢走受害者手提袋后乘车逃离现场 根据了解手提袋里面有千多令吉现金 警方接获投报之后 赶紧追捕拦截匪徒的车子 匪徒逃到大约两公里处 遭到警方前后包抄 他们拿刀下车对抗 警方最后被迫开枪射死他们 警方在现场起货三把八冷刀 受害者的手提袋及三个假车牌 调查显示 他们今年在雪州共干下九中抢劫案